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 迁居台湾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欲外务 光复台湾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海峡的距离 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 制度的不同 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 阻挡不了 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两岸同胞一路走来 始终一脉相成 心手相连 守望相助 习近平表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 两岸青年好 两岸未来才会好 两岸青年要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 底气 续写中华民族 历史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 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坚定住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最后说 4月3号 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我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对灾区民众表示慰问 马英九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携手前行 致力振兴中华 与会台湾青年代表做了发言 王沪宁 蔡奇等参加会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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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